好不過現在其實豬價已經開始在飆漲了 市場的批發價一度是突破了每公斤90元大關 而為了穩定豬價 全國肉品市場休市三天 只不過接下來呢 又是中秋節 豬肉需求又因此提高了 現在又剛好碰上了越南走私溫豬事件 也因此就有攤販說了 他認為這開始之後 價格依舊還是嚇死人 豬肉攤販早早準備接待客人 肉品市場開始第二天 但是豬肉價格每台金 仍然是85塊以上的高價 居高不下 我很高的 像我台金差不多60年 價錢都高到 五月開始飛漲到這裡 一直去一直去 我們實際感受到 就是豬肉的價格 明顯還是沒有調降 應該是產量不夠 我們也不太清楚 豬肉價格高到建國市場 豬肉攤商也會怕 這波豬肉漲勢 從五月防疫三級警戒開始 降二級後警戒中元節 市場修飾三天 再一個月後又是中秋節 豬肉需求持續在高端 又碰上越南走私非洲竹 溫品攤商較苦連天 會啊 會啊 那民眾都會擔心說 我們是那個進口豬啊 對啊 我們這個 傳統市場比較不會那種 當然是會怕啦 就是雞鴨鵝啦 啊 其他的肉品看看 可以代替這樣子啊 因為我們就是買 我們自己熟悉的店家 所以比較不會害怕 吃健康 民眾做好最壞打算 豬肉價格何時下跌七名 可能還要等到中秋節過後 記得江智南富麗家SNG小組 台中報導